本土、民主、反共 普朗政治、民生慶 建國營集班,主持鄭松泰,跟文芝 好,回到第二節 剛才其實我們原來要解鎖 我不知道,一直做下去 其實今晚這一集想探討一下 關於原創,或者我們用現代社會的眼光去理解 關於二次創作,由一個文學角度 有什麼以往的一些討論是值得我們今天深入去探討的 剛才我們有說過關於一些經典著作 他們可能是之間怎樣用一個忠誠的字,相互去學習 其實通鑑的例子是根本歷來都是這樣做的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通鑑在整段抄中間 他改了一隻字,然後胡三聖著就說他誠一家之言 重要是做這裏,即是你要原創 你不可以隨便做那些事情 即是他打算你要抄的 但你抄下去,即是你的牌子鋪 即是你整段抄去到一個位置,轉另一段 或者你刪減中間,那些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抄完一段,中間改一隻字 古代來講,這是很嚴重的 但現在又有一件事 譬如你說,如果回到我們用現代的看法 我們現在其實有一些時候 對於那個譬如何謂原創、獨創的看法 是有一些是很…常常都很想追求一些很機械式的說法 譬如舉例,我們在大學裡面 都經常有一些在說,擔心學生抄襲 然後又要找一些方法去檢查一下 究竟那些學生會抄襲 在文本上,只是說文本而已 譬如如果現在說一樣東西就是 那些學生可以跟你說,你一篇文裡面 其實內容上或者裡面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但他可能排過結構之後,那件事就不同了 其實已經有一個說法,已經是這樣的 英文來講,copy from run 就是 plagiarism copying from many 就是 scholarship 這個就是一個最… 還有當然我們要有適當的注釋去註明 我們是在引起誰,我們是在拿著誰的東西 是這樣的 我就是想在這裡進入第二個 關於那個所謂創作或者獨創 以及引用或者注釋上的討論 因為譬如剛才你說的一個是我們現在很清晰的 就是在大學裡面 我們會有時候譬如把學生的功課 放進一個東西裡,放進軟件裡 去檢查一下有多少%是抄襲別人的 我們通常就是大家是不理的 總之到25%就說你抄襲了 用這樣的方法去講 但如果你這樣的方法去講的話 那知意通鑑一定死得 是嗎? 是的 你真的會看到從頭到尾都是抄襲 但你配合下去 你會看到有些東西不是抄襲 那我們不用人手 即我們不用認認真真地 從頭到尾看了知意通鑑 都會看到他在哪裡成一家之言 你反過來想就是這樣 我的興趣反而我不覺得是… 有什麼問題 因為你北宋時代是說的是 一零幾幾、一一幾幾 這段時間離開現在是一千年 我當是差不多… 不止一千年,你當是一千年 整個價值觀都不同 即原創思想的興起 基本上是科學革命、啟蒙時代 再加上就是個人主義的興興 如果你要確切的人物 當然是講迪卡爾 即是確切的人物來講 整個科學精神就是在說什麼 即是你說科學精神對我來說 用得好聽來講 即是去除一些所謂的迷信思想 但更加實際來說 我們是要講一些思想 怎樣問責問題 其實是…如果你說… 那個文本還是什麼 那個價值 即是將他… 給高的價值給他 其實那個興起是… 我們是在說… 真是文革福音晚期 啟蒙時代 我們是說十八世紀 當然是一個… 我們在西方來說 我們見到一個原創作品 而是一個單一作者的原創作品 就是彈丁的神曲 是十二世紀 之前… 或者甚至他之後 我們見到很多的作品 尤其是遠古 我們那種上古 就是希臘、羅馬時期 我們會找到一些單一作者的作品 但我們無法知道那些單一作者 是否真是單一作者 最明顯不是的 就是河馬的史詩 河馬史詩 最早 河馬史詩當然是來自口術的傳統 印度的兩大史詩 希臘的兩大史詩 一直是傳下去的 可能要多開幾集 去跟你說他們怎樣傳 我只能說一句 但如果… 是更準確過你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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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們的流傳 不只是一個傳給一個 是… 例如你河馬史詩也是 你是有流浪歌者 但不止一個流浪歌者 但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現在問題就是 譬如在我們現在的社會裏面 有一件事要面對 譬如假設兩個文本 學生之間 我們會要求他注釋 但注釋這件事 其實是剛才跟你說的 其中一個《投案法》有關 就是說 你在什麼時候去忍住 為什麼你那個忍住是… 即使你抄襲 別人都會覺得你這個有毒瘡 你明白我的問題想說什麼 我們說的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在創作過程中 是不能夠避免抄襲 有時必須 但你說那件事 怎麼會成為經典著作的 當然是看他抄襲的 那種獨創性在哪裡 但是你說我們現在 其實會用一個很機械式的想法 那個想法就是 我們會看看他有多少成是會抄襲人 這樣就當了去抄襲 但同學會跟你說 不是的 我是將那些很多很多的著作 排在一起 成為一篇新的文章 但最終是有25%多出來的 在那個機器裡面 會覺得 那個機器 我不知道 因為本身這個方法 只不過是方便的 中間很多會出事 如果你知道我喜歡陳人確 你看陳人確的著作 他一開波就抄襲 一開波就抄襲 是由頭抄襲的 抄襲到尾 基本上他抄襲的文本 本所佔的字數是一半 未必是再多過一半 但是他怎樣抄襲他所引的東西 接著他是引一段東西 或者可能引幾段東西 接著才有個評論 評論就是 因為這樣所以我有這樣的論證 而這個論證就會承載著 再推 整個論證是拿著一些他認為 是幫助那個論證 或者是顯示的論證是正確的證據 來推進那個論證 而如果是這樣的話 陳人確都抄襲不到 這個25%的Task 所以重要的是 我們不會質疑司馬光是沒有原創性的 雖然他由頭到尾 基本上他是用他的很好的評論 然後問你CopyPaste 還有當然他的東西怎樣起提 都是什麼 例如 反過來這樣說 其實他會不會在選材排序上面 其實已經有他創造的地方 有 有 例如他一卷卷去之餘 他會說這段時間是州幾 第一層一開始就是州 雖然東州去到一個位置 東州那個王名存實亡 但是他的州一直到很後期 整個戰國都清黃之後 都還是州 才變成秦紀 秦代開始 也不是滅了天下之前 但是滅了天下之前的 不是太久才是秦紀 然後什麼時候變成漢紀 漢羽都未死 就是漢高祖打到咸陽 即是捉了紫英 那段的罪術已經是漢紀開始 然後打大餐之後才搞定漢羽 然後才成為真正的漢代 在這個角度 正如為什麼 即是本身是下了一個判斷 這個判斷 即是他可以有些 可以用一些方法告訴你 神光弱 什麼 有時候他不告訴你 你自己要退 史記也是他不告訴你 為什麼漢羽是本紀 他有說正由語出 但正由語出 他不是說我現在放他下本紀 原因是正由語出 他只不過在太史公約 在那裏說正由語出 我們只能夠說這個意思 就是因為這樣 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 而放漢羽在本紀 當然我們要再推心一點 亦都有不同的原因 我認為有其他的原因 是令到司馬遷 會將漢羽寫成本紀 而類似的原因 是令到他將陳姓寫落世家 亦有類似的原因 將孔子寫落世家 而他在這方面 已經下了他一些 即是他的原創歷 是… 或者用這些最… 在歷史上也是頂級的 其實這方面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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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孔子世家 他描述的東西 是流水帳 我以前也說過 我忘記在哪裡說過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在節目裡說過 基本上 不能解讀孔子世家 原因就是你不知道他想說甚麼 原因就是甚麼呢 由頭到尾就是孔子去interview 即是周遊聶國 找工作 周遊聶國找工作 即是郭君好事好事 旁邊有人說你不要聘請他 他說好吧 不聘請 即是郭君聘請了他 很快就離開了 即是他解僱過郭君 即是郭君解僱過他 即是總之他離開了 即是他離開了 一路一路一路 一路去到… 去到他最後是… 四十年 接著放棄 接著寫春秋 是吧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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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司馬遷想說甚麼 那些人一直都是不解 或者是覺得很難解 其中一個我覺得 最有說服力的就是… 司馬遷就是說… 孔子… 他一路都不打算做教授 一路都是打算在現實世界裏面 能夠通過他在現實世界裏面的影響力 能夠造福到他能夠見到的人群 都不打算 都不打算 才教書 是吧 即是好像斯伯立所說 能者做 無能者教 是吧 不能… 不能教者做行政 是這樣的 所以… 所以是… 而為何我們會有這個說法 而我相信是對的 因為司馬遷的自術 他的報任安書 列了一大堆人 整堆都是這樣的 整堆都是在現實裏面做不到事 不能夠輸 不能夠實現到他的理想 最後是甚麼 死了 而司馬遷其實說完這堆人之後 其實說我也是 是吧 他才是寫史記 我想大家都明白 而且我們今天時間又差不多 差不多 因為在壓近 他還有一段時間才回來 我們下次也要… 不是吧 你沒有… 你沒有… 我研究一下 究竟找Bornix 還是Jerome 我建議找… 好嗎 我們今晚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星期四月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